你会不会觉得很衰啊 就是我又没怎样 然后事情 有一点点 就是解决他 如果我是一个够强壮 够坚定的人 我为什么要把很不必要的情绪 带给观众呢 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 我的正能量 而且不是演出来的正能量 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正能量 正能量 少 爆花以大黑佛母的意志 解决老公黄建伟逃色风暴 那些会因为掌声跟虚声 我记得谁的人通常都成不了气候 还有谁会相信你 爆花蔡炫燕插花电影 他马克老板 没想到片中台词吻合现在心境 两口倒 就我三分之一的啤酒我喝不完 容易醉的爆花 老公黄建伟 却被爆十几年前涉嫌减尸 趁机性交 夫妻两人怎么度过这场风暴呢 我们可以像两个大人一样在讲话吗 我们现在进展到就是 心里有什么话就直接讲 很常被讲 比如说 有一次聊到什么事情 我就跟他说 麻烦你帮我拿冰箱的一个东西 但我觉得我已经描述得很清楚了 我说他是倒着放的 他可能是透明的一个玻璃瓶 他就找不到 我就这样 好 没关系 我自己来 他就马上就接说 诶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刚刚那个叹气 我不是很满意哦 我说对不起 我说我道歉 那我还你一个吸气 爆花呼吸吐纳 心自在的关键 除了自己本来就是大而化之的人 还有伴侣间的理解与坦诚 有些人会说 爱情是需要激情去维持的 但其实 我自己结婚 生了小孩这么多年 我反而觉得 真正可以陪伴一辈子的 你知道怎么陪伴对方的那种生活 才是真正的完整的爱 女儿睡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阳台 因为我在阳台种了很多植物 我们就会在阳台吃点东西啊 然后照顾植物 就坐在那边聊天 就会聊两三个小时 这是我们每天的 基本的例行生活 一般的观众或大众可能很难想象 夫妻之间坦诚的程度 可以到非常非常赤裸的地步的 所以那个也是让我们现在可以 相处得这么平衡的关系 我从来不会因为 这些外在的一些 八卦或者是言论 而去评价一个人 因为这个世界都是被 制造出来的 很明白自己心里的原则 跟人生目标是什么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么容易被动摇 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蛮相信爆发的信念 不会被轻易动摇 我在结婚的时候 我也很直接明白的跟她说 我绝对不是当家庭主妇的料 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居家的人 现在她也有很多时间可以陪伴女儿 然后做她很喜欢做 譬如说她会研究食谱 我们两个人都不断地在改变 不断地在学习 我们可以看见不一样的对方 你好像不同阶段 都有不同的老公老婆的感觉 如果我是一个够强壮 够坚定的人 我为什么要把很不必要的情绪 带给观众呢 我希望他们看到的是 我的正能量 而且不是演出来的正能量 是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正能量 正能量 是好的 和三立娱乐新闻好的正能量报导